这次中央法德领导人的会晤 在不到三个月内两次举行 应该说都是非常有针对性 要解决中欧关系的发展方向 而且中欧关系的基本的主流 我就要解决这两大问题 实际上说从大方向主基调 到这次习主席提出来 要保持前进的航向等等 这些事实上都表明 中欧关系只能有一个方向 这个方向就是不断的向前发展 同时中欧关系只能坚持一个原则 这个原则就是务实合作的原则 所以我想只有坚持了方向和原则之后 中欧关系承认在越来越复杂的国际形势中 始终保持它向前的势头 同时中欧关系才能够不断的 为双方的民众带来更多的 越来越大的共同的利益 最近段时间随着美欧的密集互动 欧洲内部也出现了不少的声音 进一步的鼓吹所谓的夸大西洋联盟 甚至一定程度上把矛头指向中国 我觉得在这样的背景下 实际上所谓的真正的战略自主 对于欧洲来说就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没错 因为我们知道战略自主 它作为一句口号说起来容易 但是做起来 尤其对于欧洲来说 它要摆脱长期以来 依赖或者说追随美国的政策惯性 应该说还需要下一番功夫 我觉得所以说 习主席有针对性的提出这个问题 实际上是希望 欧方的领导人 真正意识到自己的定位 从而真正的去把握和捍卫自己的利益 而不是盲从追随美国的节奏去起舞 他们这些跨国公司的高管集中发声 我觉得实际上是近一段时期以来 在欧洲一些更理性客观看待 中欧关系的这个声音 受到一定的压制以后 在一定的条件下 现在是出现了一次集中的反弹 这种声音应该说 实际上不仅代表了欧洲的工商界 还代表了欧洲的绝大多数国家和民众 只不过我们知道有时候 这些声音在一定的条件下 尤其是在现在 欧洲一些少数人鼓吹 政治化安全化的背景上 受到的意志 但另一方面这种声音 我想现在开始集中出现反弹 而且进一步扩大以后 我相信会对欧洲的政界产生影响 没错 因为我们知道欧洲政府 他们也认为自己 是代表了欧洲民众的利益 既然双方的经贸合作和各领域的合作 能够给欧洲民众带来切实的好处 作为民意的代表 欧洲各国的政府 包括这些政界人士 也没有理由去拒绝 能给民众 能给各国政府的稳定和发展 带来好处的中欧的合作